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继续学习大乘起心论 跟偶一大师的这个列网书 那么我们说修行正道相分成三个相 一个是信成就发心 第二个是解形发心 第三个是正发心 我们前面呢讲过了信成就发心和解形发心 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讲呢 一块学习正发心者 那么正发心者 在正发心者呢 我们一块先学习一下 马明菩萨的这个原文 起心论的原文 正发心者从静心地乃至菩萨究竟地 正合境界所谓真如 以一转时说为境界 而实证中无境界相 此菩萨已无分别志 正离言说真如法身故 真如法身故 这是正发心 那么首先从魏词上来讲呢 是静心地 静心地就是法身大事 那么别教的登地 实地的出地 原教的出注 那么乃至菩萨究竟地 从静心地开始就从出地 乃至菩萨究竟地 就是我们说的等觉菩萨 正合境界 他正得的是什么境界呢 正得的是什么境界呢 那么所谓真如 他正得真如了 那么为什么管真如叫境界呢 这是不对的 这是方便说 那么以一转时 所谓境界 他怕你有误会 你说真如还真有啊 那真如非有相 非无相 非有无相 非非有无相 真如没有相 怎么能有境界相呢 那么他之所以说 你正得有境界 而且这个境界是真如 是依据转时说的 依据转时说的为境界 因为转时 转时 转时呢 从起心上来讲呢 转时是莫纳时 也叫义 它叫义 意大利的义 义 我们说叫莫纳时 或者叫第七时 要按照广义上来讲呢 转时呢 就是前七时都称之为转时 因为它可以转 前五时转成成所作制 第六时转成妙观察制 第七时转成平等性制 但是依起心论的狭义上来讲呢 他说这个 你看他说 众生心意时转 那么这个意呢 附有五种意名 一名叫夜时 一名叫转时 一名叫现时 一名叫分别智时 还有一个呢 叫做 一个是夜时 转时 现时 这就三个时了 完了以后呢 是一个分别智时 第五一个叫相续时 那么 以一转时 说为境界 因为转时 在义的五个名词当中 五个分别的名字 义有五个义名 不同的名字 其中第二个名字呢 叫转时 这个转时呢 就是能见像 他能看 能看嘛 就会有境界出现 所以 他之所以说 正和境界 所谓真如 是依据于转时 能看 看必有境界 这一层含义上来说 那么 叫做境界 被转时看到了 转时是主观 境界是客观 有转时呢 就一定有境界 没转时了呢 就一定没境界 那既然 我们说境界 那肯定是有一个 转时在看这个境界 它是一对 所以我们说 正和境界 那必须 这个境界是有对立面的 是有一个转时 来把它调动起来的 所以没有转时呢 也就没有境界 既然你说有境界 那一定得有转时 那为什么你管真如叫境界呢 就是因为 是转时 正得了这个境界 那么转时呢 一般都有境界 所以我们说 转时正得的这种东西呢 姑且 不妨 把它叫做境界 叫做真如 其实呢 真如是没有境界的 境界就是有相 有境界相 真如是没有境界的 之所以你叫做 把真如叫做境界 就是因为转时正得真如 而转时通常都是有境界的 所以我们不妨把真如 就叫做转时的境界 而时正正中 而时正中 在实际的证明的 正的过程当中 在你时正当中 你正得的 无境界相 是没有境界的 因为真如呢 离言说相 离文字相 离心缘相 那么心呢 就是我们说的转时 如果说 你意 在 莫纳时的状态下 没有转成 平等性质之前 你是有境界的 如果你转成平等性质了 你所正的境界 你可以说是境界 是真如 真如是没有相 而时正中 无境界相 我们之所以 管你叫境界 管你叫境界 就是因为 你是转时正得的 转时 在没有转之前 叫转时 所以它一定伴随着境界 因为它有烦恼 但转时正得真如的时候 这个转时那个时候 已经不能叫 转时了 它已经转化成平等性质了 此菩萨 以无分别智 用什么正得真如呢 用什么来正得真如呢 此菩萨 这个菩萨 这个正发心的菩萨 就是此菩萨 以无分别智 以无分别智 正 离言说 真如法身过 能正的是智 这个智是无分别智 我们大家还记得 这个 莫纳时会叫义 它有五种义名 第四种义名 叫做分别智识 那它就解释 分别智识 分位 分别染静诸差别法 这个莫纳时 它有一个功能 它就分别 染静诸差别法 分别呢 对立的二法 好和坏啊 善与恶啊 生与死啊 等等 叫染静 染静诸差别法 那法分成染静 诸差别法 这个诸字 就代表有色法 心法 智法 实法 有法 无法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法 都由这个莫纳时 来从事分别 来对他们进行分别 所以呢 那么 莫纳时 他的五个不同的名字当中的 第四个叫分别智识 他的功能 他的功用 他的作用就是分别 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差别的法 那么当这个莫纳时 转成平等性质的时候 他就没有分别了 他就没有 他的分别的功能 就变成了 看一切法 都是平等的功能 转莫纳时 为平等性质 性上都是平等的 见性了 不着相 不着染相 静相 善相 恶相 有相 无相 他是看到了 诸法的实性 看到诸法实性 他发现 诸法是没有差别的 是不生不灭的 本来济灭的 都是济灭平等的 所以 你无分别致 这里边的无分别致 就是莫纳时的 第四个作用 叫做分别致时 这时候变成了 无分别致 一旦他变成了 无分别致 他就证得了真如 这时候真如呢 真如法身 我们管法身 叫做真如 管真如 也称之为法身 这四个字 联合用 实际上就说 真如相当于水的诗性 法身相当于水的像 相当于水的像 那么相当于水 真如相当于诗 那么法身呢 是真如所呈现出来的 功德相 有很多法 很多功德法 而这个真如法呢 真如跟法身 互为表理 真如是体 法身是相 那但是呢 当我们的这个 如如智 正得如如 正得真如之后 我们的法身 我们的这个智 能正的智 跟所正的真如 立刻就融为在一起 变成平德 不能再分 哪个是如如 能正的智啊 哪个是所正的理啊 有真如理啊 因为能所都没有了 能所没有了 那我们说 方便说 我们说有真如 有法身 实际上 真如到那个时候 就是法身 法身就是真如 融为在一起 那这是一种 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是一种 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么 他无分别致 就是莫那时 他正得的 这种结果 正得的佛果 就是真如法身 就是体相 正得了体相 真一心的体和相 这个体和相 他前面加了一个说明 正理言说 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之所以你有那么多形容 说真如法身 具备无变功德 你看我们前面说了 大智慧 光明意 辩照 法界意 常乐 我敬意 寂静 不变 自在意 如是等过横 和杀 清净功德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他相对于夜时 相对于前期时的生灭现象 这些反过来说 真如法身 具备这么多清净功德 其实就他本身来说 他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不能用语言形容 之所以用语言来形容 就是方便说 让我们大家对他有个了解 但是我们不能执着 说真如里边有大智慧 真如里边有辩照法界 真如里边有常乐我敬 有常乐我敬 但是不是你所理解的常乐我敬 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为了让我们尽量的达到 对真如的理解 我们用我们的描写生灭的语言 描写生灭的文字 用我们的这个攀缘的心 妄心来尽量的 尽最大努力的来描述 真如法身的生存状况 这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执着生灭现象里边的文字 语言跟心思 琢磨来执着这个 真如里边确确实实 没有这个东西 离言说 真如法身 你可以说 但是你不能执着 这个说是方便 是为了你理解真如 最后呢 还是要靠正 是靠正 不是你说那个样子 你一说就错 但是不说又不行 所以就这么一个 没办法的安排 叫做方便 没办法的安排 叫做方便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说 众生一心意识转 那么 这个莫纳识 就是我们说的心意识的意 这个意字 这个意啊 这个作用相当大 对内呢 他攀缘这个阿雷耶识为我 阿雷耶识的剑分 把他当成我 对外呢 他被这个外六识啊 就是一识 掩耳鼻舌身 这五识 五加一变成六识 来建立我所 来执着 来产生执着作用 那他自己本身是产生分别 那么他被前六识依附着呢 再进一步恶化 变成分别事实 这个烦恼再加重 又产生了执着 所以执着的这个作用 是前六识完成的 那么分别的这个作用 是莫纳什来完成的 莫纳什来完成的 那么莫纳什的功能 是分别染静诸差别法 是对外 是他 他是背靠着阿雷耶识 对外 有一个分别的作用 把所有的法 都分别成染活静 善和我 分成二法 对立 然后他这个 他这是 就是说起心动念 分析 分别琢磨 把这些法分成了 二法 对立的法 那么他的工具呢 就是前六识 他的工具就是前六识 他的目的是建立 我所 一 是建立我所 因为你莫纳 把阿雷耶识当成我 有我就必然有我所 有我以外的东西 那么我所 因为爱我 我就要执着更多的我所 对我有利的我所 那么这个工作 建立我和我所 建立我是由莫纳 建立我所是由前六 那么一旦 我们的莫纳什变成平等性质之后 变成平等性质之后 他的第四个作用 就是分别这个作用 变成平等的作用 把一切法的性都建到 把一切法都拉到性的 这一个层面上来 把它变成平等法 这个时候 他就证得了真如法身 言说 我们包括语言 包括文字 包括心理的琢磨 第六识的琢磨 包括莫纳什的分别 都是 都是不知真法是一 都在那 把法分成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法 所以为了描述这些法 为了便于思考这些法 为了便于描述和写 写出来这些法 所以我们才产生了文字 语言跟心思 琢磨思想 如果一切法是平等的 一切法是一的话 那么语言就不存在基础了 这个文字也就不存在产生的基础了 那个心思也就没有什么可琢磨的 所以通过这一点 我们看到 所有的语言 文字 跟思想 都是在差别的当中 在这运作着 他们的主要的功能 就是制造差别 研究差别 分析差别 描述差别 当差别不存在了 这些人 就是皮脂不存 毛将咽覆 就是老虎的皮 老虎皮都没有了 你说老虎皮上的毛 到哪存在呢 它必须 这个毛必须依附这个皮 才能生长起来 如果这皮都没有了 那么这些毛就没有地方生长了 所以它就没有根了 就没有基础了 它们也就自然的消失掉了 所以当我们证得真如法身之后 诸法没有差别 诸法是一 唯是真如 即是一心 那么永无变异不可破坏 永无变异不可破坏 唯实一心 有变异就有差别 有破坏就有差别 从好到坏 从一到二 这都是破坏 那么永无变异 没有变化 所以你的语言 你的思想 你的文字 都是来描述二的 都是描述 都是描述二 都是描述差别的 都是描述差别的 那么 我们用无分别制 就是莫那识 正德 离言说的真如法身 是这种境界 所以你看 这个时候 我们说 我们的阿勒耶识 我们的阿勒耶识 就是说 就是破了 前期识 跟如来藏 第八识 前期识破掉了 如来藏出来了 如来藏不藏着了 不藏在烦恼当中了 如来在缠在烦恼当中的时候 有前期识叠加在上面的时候 它叫做如来藏 当前期识转了以后 它就叫做法身 所以第八识 叫如来藏识 那么 当莫那识跟前期识 转了以后 熄灭了 以后 我们的第八识的如来藏识 就变成了法身 到了法身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烦恼的 阿勒耶识的状态下 是前期识跟八识 是非常分明的 生灭和不生灭的叠加 和和 到了正如的真如法身之后 其实 我们的无分别制 以及妙观察制 以及诚所作制 跟这个原来的第八识的如来藏识 融为在一起 平等平等 为了方便说 我们说把这个八识变成四识以后 变成四识以后 我们管这种状态 说有四 一个大圆静制 平等性制 妙观察制 广观察制 成所作制 转上四识 实际上是一个事 就是真如法身 真如法身 本来就具备 成所作制 本来就具备 妙观察制 本来就具备 平等性制 本来就具备 大圆静制 大圆静制 所以说起来有四 实际上就是一个 真如法身 真如法身 那么如如制 跟如如融为在一起 不能再分别了 不可再分了 没有他们 如如和如如制的分别 就是这种境界 那么当我们正了 到达正法身之后 从位次上 我们叫做静心地 到初位叫静心地 到究竟位 叫菩萨究竟地 你看非常形象 所以起信论的优点就在于 他不是用等觉菩萨 你说等觉就是一个名项 你就得查字典 什么叫等觉 他在这边说菩萨究竟地 就菩萨的位置完了 究竟就是结束了 你想这叫等觉 所以这个起信论的好处 它不落名项 直接讲名项下边的意思 这叫至菩萨究竟地 那么正和境界 所谓真如 那么因为境界 是靠 因为真如是靠转实正德的 转实正德真如的时候 就不能再叫转实 但是我们方便地说 我们把转实所正的真如 称之为转实的境界 是为了你理解 但是千万不要执着有境界 而实正中是无境界相 那么此菩萨是靠什么 是靠什么来证得真如法身呢 是靠无分别制 来证得法身的 无分别制 这里边讲的就是莫那时 就是莫那时 所以分别是莫那作用 转了就证得真如 就靠这个莫那时的平等性质 来证得真如 来证得真如 当他证得真如的时候 方便说 说有无分别制 以及所证的真如法身 其实从课时而论 这个无分别制 跟真如法身是一体 是不能再分别了 便于你理解 是怎么说 给你分别开来 那么我们看偶义大师的著书 他说 静心地者 就是静心地 他解释什么叫静心地 约全即出欢喜地 如果全教 全教跟实教 是两种教 两种教法 只不过是课程上的安排 实教呢 约全 就全教来说 它是全教的初欢喜地 全教呢 有十住 十行 十回向 这都没有登地 都不是法身大事 全教只有到了 十地的时候 才正得法身 那么全教的 十地的初地 第一地 叫欢喜地 那么在这里边 静心地 如果用在全教上来讲 就是欢喜地 约实呢 约实教来讲呢 即是初发心住也 那实教呢 实住实行 实回向 实地 都是法身大事 它只是开合不一样 那么全教的开合 就是把实地 归纳为法身大事 把实地前面的柱行 柱 行 像 这三地 实教地前菩萨 叫三贤位 没有正德法身 那么如果说 你谈到静心地 你必须得说 它是全教的静心地 还是实教的静心地 还是实教的静心地 如果是实教的静心地 那它就是初发心柱 它这一刀就切带了发心 它认为 实教来讲 实住开始就是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法身大事 而全教来讲呢 从欢喜地开始 其实这都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方便说 只是方便说 那么 权和实 我们经常在一起 能碰到这两个教 那么权和实到底是什么意思 权和实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边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家一块共同学习 对全实二教有个大概的基本的认识 这样我们慢慢慢慢就能明白 权教和实教都是如来 为了企划众生 为了教化众生的方便的安排 方便的安排 那么根据众生的根性不同 有些众生呢 有些众生呢 是这个 通过 必须得通过剑刺修行 走全教的道路 走全教的路线 慢慢一步一步的正果 那么有些实教呢 有些供众生呢 它是根性 是实教的根性 它就开门见山 直接就跟你说 一乘佛法 所以我们呢 再查查字典 看看全实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呢 有个数 我们心里有个数 那么你看我一大师说 敬心地 约全 就是讲的是全教 即初欢喜地 约实即出发心诸 即出发心诸 那么全实呢 全实 首先全实呢 全实 首先我们要讲权 权就是我们说权力的权 那么这个权字 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实之语 它是对于实 这个字来说的 权实 就和左和右一样 左是什么呢 左是对右说的 那么权呢 是对于实来说的 方便之一名 它是方便的 另外一个名字 不同的名字 斩用之 而终废之者 斩实先用着 将来最后的时候 是要废掉的 最后是要废掉的 是这意思叫权 那么就像我们说 这个水 水上有波 这个波呢 有大波 小波和微波 那么大波 小波 微波 我们说有三个波 这就是权说 就是方便说 为了你理解 为了你理解 最终为了你理解 达到这个水 我们先从大波 小波 微波 最后煤波 把这四种状态 实际上是不是就一个水 最终 所谓波 最后就要废掉 这个初 你看他说 斩用 我们斩时用波 来描述水 因为这个时候 你只见到了波 没见到的水 所以我们斩时用之 而中废之 等你见到了水以后 哈哈你一笑 所谓大波 小波 微波 微波 都是为了让我理解 最终这个产生波的水 而设立的一种方便 一种变异的方法 让我能够 顺着这个方法 能达到认识水的这个目的 当我达到认识水了 终结了认识之后 就是我们起信能说的 究竟觉之后 那么这些 斩时而设立的 所谓大波 中波 小波 大波 小波 微波 和梅波 都是方便说 站在我认识水的这个角度 上来看我 这个修行的过程 我们说 那叫全 叫方便 为了方便 为了方便 我认识水 而设立的 修学的次第 而实际上 大波也罢 小波也罢 微波也罢 梅波也罢 就是这一个水 就是这一个水 从一个水上来讲 是实的 跟你说实话 实实在在的 它就是一个水 从你认识这个水的过程上来讲 你从大波 小波 微波到梅波 这是一个全 方便的道路 路径 来认识它 所以实际上 全时是不是一桩事情 大波 小波 微波 梅波 和你看到的水 就是一 没有二 但是 为了你认识这个水 我们方便 为了方便建立了 大波 小波 微波和梅波 这四个位次 这叫 方便之一鸣 那么 斩用 当你没有 认识不到水的时候 当你境界 达不到水的时候 我们暂时先用 大波 小波 微波 梅波 而终 废之者 等你建了水以后 你说大波也是水 小波也是水 微波也是水 梅波也是水 梅波也是水 那么最后就废掉它了 这就是全教 全教是次第的教 剑次 让你修行 邻里进入到正位 如果是剑教的话 如果是全教的话 那么到了初欢喜地 就成了法身大事 也是全教的一种安排 一种全教安排 所以全呢 就是方便的意思 是暂时用 最终是要废掉的 所以不能执着全教 不能执着全教 你看我们前面 学的这个解形发心的时候 他说解形这个位置 有分真解形 有相似解形 那么分真解形呢 就是分正几佛 变成法身大事 变成法身大事 那么分真解形 就是法身大事 那么在我们全教当中来讲 约全来讲 那么就是我们说的 初欢喜地 约时来讲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初注 就是我们初注 那么 从 从十上来讲 全十二教 从十上来讲 它是圆融的 都是一个水 那不是圆融吗 大波小波微波霉波 是不是都是一个水 这叫圆教 圆融 从形部来讲呢 形就是修行的路径 分布 那么我们先从大波 慢慢给它变成小波 再变成微波 再变成煤波 所以从修行上来讲 的分布 它是有 大 小 微 煤 这四个层次 那么从圆融上来讲 你大也罢 小也罢 微也罢 煤也罢 那就是一个水 所以就是圆融分布 圆融妨碍分布吗 圆融不妨碍分布 就是水不妨碍波 你大波小波微波霉波 我这水都不变 我这些一个水都不变 我在大波我也是水 我在小波我也是水 我在微波也是水 我在煤波我也是水 所以圆融并不妨碍 这种修行的分布 那么我们是不是说 大波就相当于 我们信位的菩萨 小波就相当于 我们解形位的菩萨 微波是不是就相当于 我们正位的菩萨 信解行政 煤波就是如来 那么就是这四个位子 正发心 它还有无名的习气 或者还有无名没断 到了煤波了 煤波了无名就断 成如来了 那么这四个 修行过程当中 好像四个阶段 信位 解形位 正位和如来位 但是实际上 圆融都是一个真心 四种不同的状态 那么圆融和行步 我们是 圆融 就十二论 是跟你讲实话 跟你把话撂到底 你们 你们修行信位也罢 解形位也罢 正法心也罢 你这颗真心 从来没变过 你这一心 从来就是不生不灭 你修行过程当中 好像有生有灭 信生了 信灭了 解形生了 解形灭了 正法心者生了 正法心者灭了 你没有生灭 但是 对于一颗真心来讲 从来就没有生灭过 这是圆融 这是实 从行步来讲 确确实实有权 就刚才我们说的 就方便的安排 斩用而最终废止 而终废止 那么 等你正德如来之后 你发现什么叫信成就 什么叫解形发心 什么叫信成就发心 什么叫正发心 这一颗心 从来就没有什么 信解形正过 暂时用 等你正德佛果之后 这些名字都用不着 当你没有正德佛果的时候 好像似乎有信位菩萨 解形位菩萨 正位菩萨 当你正德佛果之后 你回过头来一看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颗真心 这一颗真心 无论在信位 在解形位 还在正位 从来没有变过 本来即灭 不生不灭 始终就是这样 这是跟你说实话 是这样 所以圆融跟行步 这个是两个门 圆融门和行步门 二门互相依存 没有圆融 它就没有行步 没有行步就达到不了圆融 没有波 你就见不了水 没有水 它就没有波 如果你把波都扔掉了 水就没了 如果没有了水 它也产生不了波 所以它是相互依存 是一的意思 是一的意思 那么我们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行步 要有剑刺 你看我们净土法门 那么我们说 有功夫成变 有事 这个义心不乱 有礼义心不乱 这好像是行步 修行的分步 修行的位次 这个功夫成变 第一 事义心不乱 比功夫成变高 礼义心不乱 又比事义心不乱 又高 但是实际上 我们这颗真心 念佛的心 从来就没有生灭 从来就没有生灭 无论是你在 这个功夫成变 还是在事 一心不乱 还是在礼义心不乱 这三个修行的分布状态下 这一心都是没变的 它是圆容的 都是这一颗心 都是这一颗心 那这一颗心 它随缘 你是在功夫成变的状态 我这一心 随你这个状态 那你是在事一心不乱的时候 我这个一心 也随你事一心不乱的 这种状态 当你这个是 礼义心不乱的时候 那我这个一心 也随你 也随你 礼义心不乱的 这种状态存在 所以我的 圆容的这一心 并不妨碍 我变成功夫成变 礼义心不乱 事一心不乱 事一心不乱呢 礼义心不乱和 这个功夫成变 并不妨碍 我们这一心 一心也不妨碍它 所以它俩是 它俩是相容的 相容的 是这个意思 那么 正离言 我们再回到 正发心者 所以 那么偶义大师说 静心地者 约权及出欢喜地 约识及出发心术 约识教 那么 约识教 那么识教来讲 从识信位以后 就是识柱识行 识会向识地 等诀 这四十一个位次 就是法身大师 那么约 权教来讲呢 出欢喜地 才达到了 识教的出发心度 那么 它呢 这个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识教啊 它有信位的菩萨 信位呢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没有正德法身大师 之前的出业菩萨 那么 出发心注 识注的第一注 就是 就是法身菩萨 所以 识教的 出业菩萨 跟法身菩萨 是从实注开始 而全教的 这个 出业菩萨 跟法身菩萨 是在 出欢喜地上 作为分界 作为分界 这都是为了方便 为了方便 接引众生 那有些众生呢 他可能 不可能 信位 正出发心注 走实教这条路线 他必须得从 实信完了以后 要走实注实行实会相 就是我们说的 为实五位 所以为实中 就法相中 他不是原教 他不是实教 他是全教 他是别教 而华言跟天台 他们称之为 自己是原教 自己是实教 就是因为 他们不需要 这个 他们是 他们没有走 建教 跟全教的 这个位词 他们出发心注 就成正觉 这是袁荣说 所以叫原教 那么其实 我们 反过头来看 你原荣也罢 你刑部也罢 你拳也罢 你实也罢 你剑也罢 你盾也罢 就是相当于 我们说的 你大波也罢 小波也罢 微波也罢 没波也罢 他是不是 就是一颗真心 他之所以建立 这么多的一些 建教 顿教 全教 实教 别教 小史中顿园 这是华言 这是这个华言 藏通别园 这是天台 分成四教 华言分成五教 他都是为了 接引众生的需要 接引众生的需要 那么 就是说我们想到医院去看病 病人 有些病人的身体基础比较好 上来咱们先手术 那么 手术条件具备嘛 那有些呢 病人的条件不太好 那先要恢复身体体力 你比如说把血压降下来啊 把血糖降下来啊 把心脏调整啊 把这个免疫功能提高啊 然后最后呢 再开这一道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叫什么呢 就是说 全叫 我们今天 给你降血压 给你输血 给你提高免疫功能 都是一种方便 最终我们是要废弃它的 等我把手术一做 这些东西都不用了 我并 你来到医院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给你输血 并不是为了给你降压 并不是为了给你提高免疫功能 暂时用这种方法 等你好了这些方法都不用 就是方便 那么 有些身体好 他不需要输血 不需要降压 不需要提高免疫功能 他上来就跟你动手说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实教 完全根据你众生的状态 他来安排 所以呢 有权有实 有些众生他就是适合实教 实教就是一称 上来就跟你讲成佛 有些众生他不接受这个 你像小称 升温元节 他的根性接受不了这个佛称 一佛称 那就得拳巧 利用拳教 慢慢引导他 一步一步的走上 走上这个实教 走上一称佛教 有些众生 你一说这波是水 他就理解了 什么大波小波微波 每波都是一个水 这就是实教的根性 能接受实教 能接受一称教 有些众生你跟他说 这大波是水 他不理解 你说大波可以变成小波 他这能理解 那咱就走全教的路线 咱就走建教的路线 所以我们回来 看看欧宜大师说 静心地者 约全即出关系地 约时即出发心诸也 所以全时呢 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 那么我们下面 再把全时 二教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刚才我们解释了全 下面我们解释全时 全时 全跟时是一对 全相对于时 时相对于全 那么 适于 一时 积一之法 名为全 适合于 这一时间的 这个 这一时机的 适于一时 积一之法 名为全 那么这个全 的意思就是 这个教 只适合在这个时候 根据这个众生的根性 我们设立的教 教法 这个教法 名为全 究竟不变之法 名为实 究竟不变的 这一法 叫做实法 所以权和实的定义是这样的 权 适于一时 积一之法 名为全 只适合这一时的 这个众生根性的 根基的 好的方法 叫做 叫做全 究竟不变之法 名为实 那么你看我们大波 小波 微波 梅波 这四个 那么是不是 一时 积一之法 那么 究竟不变之法 那就是这个水 这叫实 那么我们说 我们把这一水 分成大波 小波 微波和梅波 这是不是 适于一时 积一之法 这个最终 是要放弃的 等你建了水以后 你就大波 小波 微波 梅波 都不存在 只观三下约 权 为权谋 暂用 还废 暂时先用 最后要废掉的 实为实路 究竟之规 实为实路 是实实在在的真相 是我们最终 所要达到的目的 全实之判 我们把全实 是怎么分判呢 怎么分别呢 虽设 虽设于诸法 通于诸宗 而读天台 于其本经 方便品之 方便名下 立全实之四句 十双之全实 三种之全实 以及精致 所谓全实的 这个判断 是依据天台宗的 他打把全实的 什么是权 什么是实 分判得非常清楚 分析得非常清楚 达到了极致 那么这是全 全教和实教的产生 是由天台宗产生的 其中 就诸法之事理 与诸来之志 及所说之教法 而定全实 最为重要 最为重要 那他就把这全实 分成什么呢 从事跟理 就诸法之事理 事和理 分成全和实 诸来 如来之志 如来的志 有全志 实志 是有全是 有实是 理有全理和实理 智有全志跟实志 所说之教 有全教和实教 他都给分成全实 所以天台宗分的 最为输要 特别重要 那么 对 所以是这意思 那么全实二教 全实二教 我们知道了全实 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更便于我们理解 全实二教 如来以全志 初开三乘之教 为全教 你看三乘 声闻 圆觉 菩萨 以全志 他不智慧有全志和实志吗 那全志非常方便 那根据全志的意思 就根据众生 所能接受的不同程度 我设立全教 那我有这种智慧来观察众生 在哪个阶次上 在哪个位置上 它的根基怎么样 这是全志 我因为我如来有全志 所以我设置了全教 设置了全教 那我们如来所设置的全教 叫三乘教 声闻 圆觉 菩萨 说起来有三 你是声闻乘啊 你是圆觉乘啊 你还是菩萨乘 三乘 是全教 他是用全志来设立的这三教 为了接引众生 逐步走向如来佛果 他先设了三教 就像我们说的 大波 小波 微波 大波 小波 微波 那么 后 是一乘之理 为实教 到后来 如来就开始 表示 展现出 一乘之理 真正的都是一乘 一乘就是佛乘 无论三乘 菩萨乘 声闻乘 原乘乘 实际上都是 他都是一个佛乘 后来 所展示的一乘之理 当你能够接受 一乘佛教的时候 他就开始 他就开始 给你讲一乘法 那么这个礼 为实教 所谓 菩萨乘也罢 声闻乘也罢 圆觉乘也罢 实际上都是一佛乘 如此开合之妙用 昔为全智所使 他能够如此的开合 能够如此的安排 这么书庙 这么样的好 接引众生 走到一乘佛制 走到一乘佛法 全都是靠着 如来的全智 他没有全智 他做不出这种 全巧的安排 善巧的安排 然就四教而叛之 则藏通别之三教 为全教 不是藏通别源 天台总理四教 那么我们要用 这个四教 就四教用全时来划分 则藏通别之三教为全 原教之一为十教 就十教 那么就华言 这是天台的 那么若就华言之五教 小史中顿源 那么顿以下 顿教以下 不包括顿 小史中 这三教 那么 那么是全 那么顿教 小史中顿源 是十教 是十教 是这意思 所以我们的全教 跟十教 就天台宗 跟华言宗来讲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明白了 全教 是佛用全智 善巧方便的安排 也就是我们说的行步 修行的分布 让你慢慢去见到 一乘的佛乘 走到一乘的佛乘上来 比如导车似的 这个乘不是车的意思吗 三乘的 我先做 声闻 是洋车 原觉 换成了路车 到了菩萨了 换成了 这个 牛车 牛车 这叫车 那么实际上 他的目的 有些人一上来 他就能够骑牛车 他就接受牛 他把牛就当成车 他就乘了牛车 有些人不行 他必须现在从 这个洋车 路车 最后导致 在倒成牛车 就和我们说 我们做 我们做这个 做火车似的 再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有慢车 慢车在站站都停 那快车 直达一下子到 这快车 就相当于石轿 上来我就跟你说 咱们这一站 这一车 北京到南京 南京就下 中间不停 这就是石轿 那咱们说 这个建轿 或者是全轿 就说你这车 先到石家庄 再到郑州 再到徐州 最后再到南京 分成三站 其实都是这一条铁路线 那么只不过是 这个直达车 它在这铁路线上 不停而已 那个车子呢 是要在三站停 一个是石家庄 第二 第三南京 剑刺 渐渐地打到南京 但实际上 从铁轨上来讲 是不是就是一个铁轨 没有二轨 那就是说 这给你客师而论 你直达车也罢 你是慢车也罢 走的都是这一铁轨 这是圆融 从分部来讲 有快车有慢车 快车慢车 并不妨碍 这个铁轨是一条 一条铁轨并不妨碍 我这条铁轨 只能慢车开 不能直达车开吗 所以就这意思 那么 都是为了 接引众生的方便安排 他这种智慧 完全是靠佛的全智 他没有全智 他做不出这么善巧的安排 那么换句话说 我只有直达车 没有慢车 那很多石家庄的人 也上不了了 想到从徐州上车的人 也上不了了 很不方便 有几个人从北京直接到天津 那到南京呢 对吧 那不行 所以快车慢车 都是为了众生的方便 静心地者 约全即出欢喜地 约时即出发心住也 出发心住也 那么究竟地者 你看吧 从静心地乃至菩萨究竟地 他就解释究竟地者 即十地后心 一名等静地 一名等曰地 那么时地后心 就是全教的十地 后发心的菩萨 十地完了以后 就是等质 十地后心 一名等觉地 等觉这个名称 在全教上来讲 这个等觉它叫做实地后心 在这个原教上来讲 在实教上来讲 它叫等觉地 就是意思 以一转时说为境界者 是依靠转时 我们才把它真如称之为境界 要不是转时 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境界 我们也不愿意把它称之为境界 就是因为有转时 所以我们才把真如说成为境界 为什么呢 转第六为妙观察之 转第七为平等性质 这叫转时 这个时可以被转 这个第八如来造你不能转 它不生不灭 转什么 你把那个生灭转成不生不灭 所以它叫转时 那第八如来造时 阿赖耶时的第八时就不生灭 不生灭它就 它根本就没生存过 你把它转成什么 你把它转生为灭吗 它本来就没生过 你怎么把它转生为灭呢 所以我们转时 笼统地说就是前七时 为什么给它一个转时 就是它可以转变 就是可以转变 所以我们转时呢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 你看我们第八如来造时 叫做不生灭 前七时叫生灭 不生灭与生灭和合 名阿赖耶时 非一非一 名阿赖耶时 就这意思 转第六时为妙宽扎之 转第七时为平等性质 所以我们说一转时 那么众生所有第六第七时 第六时和第七时 欧益大师说 众生所有第六第七 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第六和第七时 必有所缘境界 那是实就一定有境界 能见相一定有境界相 那第六能见 那一定有境界相 第七能见一定有境界相 一定有境界相 那么我们第七时 你看叫夜时 就是不觉心动 转时为一动心能见境界 现时为现诸境界相 你看转时 这一定会有所缘的境界 若离能见则无境界 如果离开了这个见 就没有境界了 所以境界是虚妄的 不是真有望 你有妄心就有境界 你妄心没了 境界就没了 所以众生所有第六第七 必有所缘境界 你有所攀缘的境界 所谓攀缘 就是心对境的一次联系 一次琢磨 一次对接 那就是意思 所以我们依据 在第六第七 它一定有所缘境界 这样一个习惯 这样一种状态 第六第七一定 如果它没转之前 它是一定有境界的 所以我们依据 这样一种安排 假说所证为境界 我们假 方便说 我们假说 不是真说 所证的为境界 我们说第六第七 所证的为境界 那我们看 第六识 妙观察之 转第六识为妙观察 它观察的什么呢 观察的还是境界 所以第六识 是负责对外联系的 第六识 是负责联系境界的 境界自然产生了 那就有人来负责它 换句话说 第六识 自己的见分 产生了六种境界 色生相畏触发 那么第六识 实际上是在妙观察 是在观察这个六诊 他在不觉悟的时候 他认为六诊是独立存在的 他认为六识跟我没关系 当他觉悟了以后 他在观察这六诊 他是用一种 他就是说 叫妙观察之 他不执着 他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所看到的六诊境界 跟我六识的见分 是一回事 因为有我六识的见分 才产生六诊 如果没有我六识的见分 这个能见相 这个境界相六诊 一定不会产生 这就是妙观察之 他在不着相 他明白这个相 跟我的见是一回事 都是我这一刻 忘心的启用 这一用 就分成主观和客观 主观的叫见分 客观的叫相分 相分就是我们说的 六诊境界 他有这种认识 并且凭借这种认识 来观察 而且观察成功了 就有妙观察之 形成了 那么平等性质呢 平等性质 它是平等性质 是莫纳实 莫纳实最多的 最重要作用呢 就是建立一个我 有我 我就跟别人不平等 我就跟别人不平等 有我就有 有我 有我就有他 有字就有他 字他就产生了 就不平等 那么莫纳实 转第七为平等性质的时候 他把我跟我所 以及我跟他 这个平等的性观察出来了 他建立了平等性的观察能力 以及观察的境 这种能力 所以他平等性质 所以平等性质 就抹杀了 就去掉了能所 所以平等性质 去掉了能所 我们在前面 学过起心论的时候 知道 真如根本质 是正得真如的 你看我们说有烦恼账 能账真如根本质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 因为染心者即是烦恼账 能账真如根本质 无名者即是所知账 能账时间夜次在质 那么为什么染心者叫烦恼账 能账真如根本质呢 那么就是因为 因为你有染心 执着无量 能取索取 虚妄境界 为一切法 平等之性 那谁在干这件事啊 那就是我们说的 莫纳什 莫纳什 执着无量的 能取索取 虚妄境界 为一切法 平等之性 平等性质 当他把能取索取 给他去掉了 这个境界 转了 转成平等性质之后 这时候他就见到真如法身了 见到真如法身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 第七诗 叫平等性质 平等性质就没有能锁 有能锁 你看他说 正离言说真如法身 他能证得真如法身 就是因为他具备平等 他不再执着 能锁 能取索取虚妄境界 那么真如根本质 是证得真如的 那么这个有莫纳什 他有我跟他 有自有他 有能有所 他就丧失了真如根本质 丧失了真如根本质 他就证得不了真如 证得不了真如 那怎么能见到真如的法身呢 那么他要想 见到真如法身 他一定得把这个 能锁的分别 能锁的分别去掉 他才能见到真如法身 而能锁是谁建立的呢 诸位 能锁是莫纳什 因为莫纳什 执着阿雷耶什的见尊 把他当成我 他顽固的坚持 他是我 从有莫纳什那天起 他就有我的概念 有我就有主观 有主观就有客观 所以 有我就有能 有能就有所 我一见那天就有我所 对吧 就这意思 所以此菩萨 以无分别制 这主要讲的是莫纳什 莫纳什就是分别 你看看 分别染境诸差别法 莫纳什有五种不同的名字 第四个名字叫分别智识 他就专门起分别 他凭据什么起分别 他凭据 能所 那么 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 众生所有 第七第六 必有所缘境界 所以一知假说 所证为境界 他是这么一个产生的 我之所以管真容叫境界 就是因为他是第六第七正德 实际上就是第七识正德 第七识一直就有境界 能所虚妄境界 这是不平等 第七识只要产生 就有能取索取虚妄境界产生 就有能所不平等 第七识一转 转成平等性质 你就见到真如法身 这个时候我们管真如法身 依据于你在第七识的烦恼状态下 有能有所的状态下 我们说他是境界 不为过 但是不准确 不是究竟说 是方便说 假说 所证为境界 而实证中 无境界相者 这句话什么意思 以真如无相可取 欧尼达说 为什么呢 你证得真如 真如没有相 所以这个马明菩萨 在启信论里边说 而实证中 无境界相 这是实话指的 我又证得了这种境界 你又说他没有境界相 因为真如无相可取 你证得的是真如 而真如本身是无相可取 而实证中 无境界相 你证得了真如 就丧失了境界 你要真如 就没有境界 你要境界 那就不是真如 就这意思 所以欧尼达是说 以真如无相可取 为什么说 而实证中 无境界相呢 因为真如 没有相可取 你证得的真如 没相 所以无境界相 政治不取于相 真正的政治 不是邪制 正相对于邪 真正的政治 是不取相 就是换句话说 你用政治 证得正理 这个理 就是我们说的真如 这个智 就是我们说的如如智 如如智是政治 它证得的 它是不着相 政治就是不着相的智 正是这种政治 才能证得正理 就是我们说的如如 如如智是政治 如如是真如 如如是真如 所以政治不取相 它要取相 它就证得不了真如 换句话说 它要取相就不是政治 它要不是政治 它就证得不了真如 你既然正得真如 你一定是政治 而政治不能取相 不取相 但偶遇大师说 家带真如体相 为所缘境 为所缘缘 非是便带真如 相状为所缘缘也 这两句话不太好理解 那么就是说 当我们在正发心的时候 我们正得真如 用政治 正得真如的时候 我们是用真如的体相 作为我们联系的对象 不是所缘缘吗 你用莫纳时 来缘境界 来联系境界 来琢磨境界 来分析境界 来分别的境界 那么当你莫纳时 变成平等性质的时候 你也在分析 也在攀缘 如果用方便的说来讲 也在琢磨 也在研究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 是整个真如的 实实在在的真如 家带真如 就是带着真如 是真实的真如的体相 它把真如的体相 作为所缘的境界 作为所缘的对象 C是变代真如 像状为所缘缘 并不是把真如 改变了以后 并不是改变了 真如的体相的 像状 变成我所联系的对象 换句话说 在莫纳时的时候 他所缘的这种境界 他所缘的这种境界 他的所缘缘 是真如的像状 不是真如的体相 当他变成平等性质的时候 真如的像状去掉了 见到真如的体相 所以那个时候的平等性质 就是原来的莫纳时 他所联系的对象 是真如的真实的体相 见到真如了 而不是我们在 没有转成平等性质之前 的莫纳时 或者叫义 的分别致时的状态下 来分别真如的像状 那真如的像状不是就是染吗 就是静吗 就是善吗 就是恶吗 就是色 就是心吗 这都是真如的像状 而不是真如的体相 真如的体相 体就是真如 相就是法身 这是真如的体相 那你所缘 你当你莫纳时 没转过来的时候 第七时的时候 你所缘的那些像状 不是真如的体相 非是变代真如像状 为所缘 那么你当你变成了平等性质 你所缘的东西 是真如的体相 而不再是真如的像状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不再是真如的像状 那么此菩萨已无分别智者 那就解释了嘛 那这个菩萨用什么来证得真如呢 这马明菩萨就 他想到我们会提这个问题啊 你说正发心者 实证中证的是真如 真如呢没有境界 那他们我们就会提 那我们靠什么来证得真如呢 靠什么来真如呢 此菩萨已无分别智 原来我们的智都是有分别的 眼识分别色法 耳识分别生法 这个意识分别法 眼识分别色尘 耳识分别生尘 意识分别法尘 莫纳识也犯分别 分别一切染净诸差别法 都是以分别为特性 所以叫实嘛 实就是分别的意思 那么 这个 眼识的作用 它就是把这个颜色分别出来 红色白色什么什么 把这些眼识 就是来接受色尘 把色 然后 这些色法产生之后 送到莫纳识这 让莫纳识来分别 莫纳识就把这些 本来平等的这些色法 它原来是没有分别的 而我就如实的把这些颜色发给你 然后 莫纳识就开始了 染净 就开始产生对立了 产生对立 产生分别 产生不一样了 那么 此菩萨已无分别制 这个时候的莫纳识 他的第四个异名 第四个不同的名字 分别制式 没有了 转了 转了平等性质 那么 此菩萨已无分别制 明其有见分也 莫纳识有见分 正离言说 真如法身者 明其无相分也 莫纳识的相分没有了 莫纳识的相分 是染净诸差别法 对吧 分别制式 分别染净诸差别法 能分别的是莫纳 索分别的是染净诸差别法 那么 这个时候 相分没有 还是有见分 他的能分别的能力还存在 但是 所分别的对象 变成了真如法身 而真如法身 是没有相的 所以 相分不存在 能好像还存在 但是 是所不存在的 当所不存在的时候 你就不能称之为它是能 因为能所是一对出现的 你不能称之为能 要叫什么呢 无分别制 你无分别制 明其 无相分也 原来 莫纳识的相分是谁啊 莫纳识的相分是 阿雷耶识的见分 当他没有分别制的时候 他不把 他没有分别我了 和我所之后 能所没有了 那莫纳识的见分 就消失掉了 就不再成为 这个阿雷耶识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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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分 不再成为 不再成为 莫纳识的相分 那莫纳识的相分 没有了 他看到的境界是什么 看到的是 大圆境之 看到的是 如来藏 看到的是 如来藏 这个如来藏 就从烦岛当中出来 变成真如法身 被 莫纳识 如果我们还愿意称之为 莫纳识 来正德 来建道 建道的时候 没有像 离言说 真如法身 如来藏 从水里出来了 就像水落石出 变成了 如来法身 真如法身 被莫纳识 正德了 当莫纳识 有分别的时候 有能 有索的时候 他把这个 阿雷耶识的 建分 当成能 把六身境界 当成索 他是完成这个作用 当他能索 一去掉之后 立刻 阿雷耶识的 这个建分 也就随之而消失 就变成了 真如法身 真如法身 那么 正与 护法 为实 吻合 护法菩萨的 为实论 是吻合的 那么 四肢 四肢 大家仔细想 仔细认真地想 问 若一实说 这学生提问题了 如果 克 十二论 咱们实话实说 初发心 柱 既明 静心地 你不是原教吗 你不是实教吗 实教不是 初发心柱 就是静心地吗 对不对 你说 约实 即 初发心柱 正发心的时候 就实教来讲 你是 哪一个位置 初发心柱 初发心柱 既明 静心地 那你不是偶一大师说了吗 静心地 在实教上来讲 就是我们初发心柱 他就学生提问题了 如果这么说 从实上来讲 初发心柱 即明 静心地 前发心柱 就讲的 信成就发心柱 但云 少分 见分 你看 偶一大师说 信成就发心的时候 在实教当中 那就是 初发心柱 那么 到这儿来 正发心 你还叫 初发心柱 到这儿了 到静心地 这儿来了 你约实 还是初发心柱 你等于有两个 初发心柱 对不对 你实教的时候 到了正发心的时候 静心地 你说 这相当于 实教的 初发心柱 而在信成就发心的时候 你偶一大师也说 这个时候 少分见佛法身 那也是实教的 初发心柱 这学生提问题了 初发心柱 既明静心地者 前发心中 但云 少分见佛法身 那个时候 他怎么指少分见 既然大家都是 初发心柱 大家 那么在静心地者 叫初发心柱 在前发心中 您还叫初发心柱 但是那个时候 你见到的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注意 少分见佛法身 能随愿力 献八种事 为从陡率天宫来下 住胎 入胎 出胎 成家 成佛 转法轮 对不对 八相成道 那么是信成就发心 那个时候 你就是初发心柱 但是他见的法身 是少分见佛法身 金云 今天你还是初发心柱 到了正发心 这个位置的时候 静心地了 就不是信成就地了 不是那一信成就 那信地的菩萨了 金云 你今天说 正离言说真如法身 你今天说 同样都是初发心柱 到了正发心这个位置 到了静心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正得的法身 可不是少分见佛法身 是什么呢 正离言说真如法身 文指朔语 这文章的意思 这个叙述差得太大了 那边是少分见佛法身 这边还是初发心柱 正离言说真如法身 那这全部的法身都正得了 这差太大了 那边是见一点点 这边是正离言说真如法身 文指朔语 云和会通 这是怎么解释 他的学生问 他的学生问这个 问这偶遗大师 云和会通 答 钱为 钱边 他说信成就发心 指的是钱 钱边 为奸明全实 信成就发心这一段 马明菩萨 是为了照顾 全教和实教 那么 故 但云少分见 因为全教 也有初发心 也有信成就发心 而全教的信成就发心 他所见的法身 他要照顾 全教的信成就 跟实教的信成就 而实教的信成就 确确实实就是初发心柱 见得少分 而全教呢 是没有见得法身 他既要兼顾实 也要兼顾全 兼顾全就不能说 正离言说真如法身 他没到这个境界 因为他还得是有 他要有实柱实行实会像 而你实教菩萨 信成就 您就是初发心柱了 您就是法身大师 您就相当于全教的 怎么说呢 实地的出地了 那你已经一向跨过全教的 实柱实行实会像 三十个位次 那他还没到这个境界 所以他只能少分减弗法 是为了照顾他 这个信成就发心 这一段文字 是要把全教也包括进来 所以 也为了阐明全教的这个位次 因为全教也有圣 信成就发心 那么我们为了把这一段文字 也包括全教的信成就发心 所以我们只能说少分件 那么今天正成就发心 而我一大师说 今则全正同时故也 全教所正的这个境界同实教 全教已经正得实教这个境界了 你虽然在信成就的时候 你就正得了 你就正得了 但是我是全教通过三十位次 实柱实行实归相 登了地了 我这个时候正得境界 虽然您在信成就发心 在我之前很久你就正得了 但是对不起 这个时候我刚刚正得 您在很早以前 信成就发心所正得的那个境界 我们相同了 相同了咱就别客气了 这是从你所正的境界上来讲 你是少分件或发身 你是一眼的月亮 那时候人家实教的初发心柱 已经见得满月了 见得满月没区别 你没见得满月 你没见得满月 那么这是第一个 从所正的真如来讲 它是正得少分真如 你是正得离言说真如发身 你是正得全部真如 那么从右约 所正真如 他说我们又就所正的这个真如 你不是正的对象是真如吗 我们就真如来讲 则无分计 没什么分别 你全教的少分见佛发身 跟我这实教的正离言说真如发身 有分别吗 真如哪有分别 真如不可分别 你看咱们说真如 永无变异 不可分别 永无别异 为师一心 说明真如 真如 究竟同等 究竟平等 永无变异 不可分别 大家 不可别异 不可别异 不能分的 说你少分真如是八斤 我这个全部真如是八十斤 那么不能 真如是没有分计的 要不然你别见 要见就是全部真如 所以从全教菩萨跟实教菩萨所证的真如来看 从真如这一方向来讲 确确实实没有分别 没有部分 没有分计 是没有什么大呀小啊 全和部分的 没有这一个意思 若曰能证知智 若就我们所能证得真如的这个智慧来看 若曰能证知智 仍有分满不同 那从我们这些菩萨也罢 全教的菩萨也罢 实教的菩萨也罢 他能证得真如的智 这个方面 从能证的智上 从能上来讲 从所上来讲 所证的真如没有分别 没有大小 没有局限性 其实全部 从能证的智上来分 仍有分满不同 那个智慧也有满智 也有部分智 也有部分 你看我们分正即佛 也有究竟即佛 从能证的智上来分 从所证的真如来讲 那就是一个真如 没有分别 从能证之智 仍有分满不同 虽有分满 虽然你能证的智 有部分有满的 有满智有分智 皆是无分别智 但是从智的质量上来讲 都是没有分别的智 虽然分满有不同 你能证的智 分满有不同 但是 它的性智 都是没有分别的 节是无分别智 如 我一达是举例子 如初夜月 与 忘夜月 初夜月就初一的月亮 忘夜月就十五的月亮 光相不翼也 那月亮的光都没有什么差别 你初一的月亮也罢 你这个 你这个 望夜月也罢 那月亮光有区别吗 没区别 但是 确确实实有大小 有分 有满不同 你那是满月 这是部分月 虽然有部分月 是不是都是这个月亮 都是无分别智 那么这不是就是圆融和分布吗 从圆融上来讲 确确实实都是 无分别智 从分布上来讲呢 确确实实你是初一的月亮 我是十五的月亮 你看 圆融不爱分布 分布不爱圆融 虽然修行 行布 行布不爱圆融 圆融不爱行布 虽然有行布的这种分布 有修行的这见词的位词 是不是不爱我们这一刻真心 虽然这一刻真心 但是并不妨碍行布 就这意思 还是要以圆融跟行布 二门来考虑这件事情 那么就这意思 那么与望夜月 如初夜月与望夜月 光相不易也 就能整个智 它是有分满不同的 虽然有分满不同 但是确确实实都是无分别制 那么就像初一的月亮 跟十五的月亮一样 方向没有不一样 但是分满可以不一样 那么下面 正成就发心 讲完了 就讲的是哪个位次的人 正成就发心呢 它正的是什么境界呢 是真如 它靠什么东西 是正得的这种境界 靠无分别制 交代得很清楚 正得的是什么东西呢 真如法身 就别含糊了 我们一定能正得真如法身 所以一切皆空这种观点 是错误的 说我这个成了佛以后 全是空 不是正得真如法身 你真获得真如法身了 那么下面 那么下面 它第二段就开始了 我正成就发心之后 我正发心之后 我有什么作用呢 我能干什么呢 你前面讲了体和相 那么体和相 体就真如法身体 那么这个相呢 就是无分别制 体相都讲了 正发心者的体 就是真如法身体 它的相就是能正的 这个无分别制 体相用呢 体是真如法身体 智是无分别制 我能管什么用呢 它下面讲了用 所以体相用 一直就不变 我们看看 这个真正成就 发心这些菩萨 它的用是什么用呢 它的作用 跟性成就发心 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跟解形发心 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么我们看一看 我们还是把这一段文字 读一遍 能于一念 便往十方一切世界 供养诸佛 请转法轮 唯为众生而做利益 不求听受美妙因词 或为确弱众生雇 事大精进 超无量劫 速成正确 或为懈怠众生雇 经于无量阿僧其解 久修苦行 方始成佛 如是事现 无数方便 劫为饶意一切众生 而实菩萨 种性 诸根 发心 作证 皆惜同等 无超过法 决定 结经三无数节 成正觉故 但随众生世界不同 所见 所闻 根 欲 性 意 事所修行 种种差别 这就是正成就 正发心的菩萨们 他们的作用 他们每天在干什么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这是他们的工作 这是他们的生活 那么讲到此地 我们就能看到 你看 正发心的菩萨 跟性成就 我们还记得吗 性成就是 这个 这个 性成就 发心以后 他的起作用是什么 从陡帅天宫来下 入胎 住胎 除胎 成佛 转法轮 百年盘 八项成道 那么你看看人家这个 一念 便往十方一切世界 如果就全教的菩萨来讲 他正得 性成就 发心 他所的所有能力 最低的能力 八项成道 那么你看他 如果就全教来讲 他如果达到静心地 就是他全教的 欢喜地之后 他的能力 能与一念 便往十方 一切世界 你看这差别多大 咱们就全教 咱们先不 掺和实教 咱就说全教 你的信成就发心 你就八项成道 来到这个世界 只有一个世界 对不对 而且 你还别理念 你还得是 从陡帅天宫来下 入胎 住胎 出胎 成佛 转法轮 那成佛 在多少个阶段 从陡帅天宫来下 入胎 住胎 出胎 出家 成佛 才能转法轮 这家伙走完了 五个了 才成佛 人家这个一念 便往十方一切世界 当着干嘛去啊 入胎 住胎 出胎 不用了 供养诸佛 请转法轮 供养十方诸佛 请转法轮 供养诸佛 是感 请转法轮 是应 佛转法轮 一定得有感 诸位 没感 佛不转法轮 所以供养诸佛 请转法轮 是感 他为什么要感佛呢 转法轮呢 你看他说 时间上 一念 就是时间最小的单位 一念 刹那 到哪儿去了呢 便往十方一切世界 一切世界诸位 就没有一个世界 他不在的 是不是能分身了 他怎么能在一念 就便往十方一切世界呢 供养诸佛 他到时候去干什么去呢 供养诸佛 请转法轮 供养诸佛 你看我们普贤菩萨 实在愿望 和我们说天台无悔 都有供养 广修供养 为什么 就是要让他转法轮 就是要让他来讲经说法 为什么呢 唯为众生而做利益 他只是为众生做利益 不为自己了 他有这种本事 于一念便往十方一切世界 供养诸佛 你得见佛呀 你不见佛 你怎么供养佛呢 而且他见了佛以后 他干嘛 让佛转法轮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只是为众生而做利益了 不求听受美妙因此 他并不祈求听受 听和接受美妙因此 他并不是为了别人赞叹自己 为了别人夸奖我们 认可我们 不是为了这个 那么 不求听受美妙因此 美妙因此是语言 因此是语言 因是语言 词是文章 他并不听受这样 那他接受物语 接受财产 接受男女 接受家庭 那就更不了 那就更不了 连音词他都不爱听 两句好话都不要 不求听受美妙因此 那么好了 这是总论 他就是为了众生而做利益 他美妙因此 这么小的东西都不要 就是全部都放下了 小到几句好话都不愿意听 都不听受 不求 那么 度众生 唯为众生而做利益 那么众生分成 有几类啊 很多类啊 众生很不同啊 那他下边举例子了 无论什么样的众生 他都能够利益他们 唯为众生而做利益 他就举了举了两类众生 总论是唯为众生而做利益 具体他举了两个例子 你说说吧 他怎么为众生而做利益 他说 或为阶弱众生 比如这种声音 胆特小 没信心 自信心不够 阶弱 胆怯 懦弱 为这种众生 没有 不敢 还怕 前怕狼 后怕虎 有为难情绪 为这种众生 不敢勇于实践佛法 那觉得我行吗 我经常碰到这种同修 包括家里人 西方极乐世界有 我也相信 我去得了吗 我这样 这就是缺弱 我能行吗 我一天 一天佛也没念我 我就能去啊 或为缺弱众生 是大精进 超无量节 为了这样懦弱的众生 他实现什么 大精进 很努力 很精进 不懈怠 超无量节 人家那好 这无量节才能成就 他超过无量节 迅速的就成就了 时间不是问题 不要害怕 缺弱众生 他们这些众生 有一个就是 哎呦 这得修多长时间 什么时候才能成功 算了吧 我肯定不行 你别别别 我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精进 这个时间不是问题 能够迅速的超过无量节 干嘛呢 速成正确 我给你表演一个事实 释迦摩尼佛来到这个世界上 三十年成正确 速成正确 这是说 确弱众生 是大精进 超无量节 速成正确 那么讲到这儿 我前一段碰到一个故事 一个真实的事情 就是一个秘书 这个秘书 是一个大领导的秘书 这个秘书呢 得了癌症 一线癌 这一线癌大家知道 这线体癌是非常非常恶呀 六三个月就走了 那么这个秘书 才四十多岁 得了这个病 还有孩子 还有老婆 还有夫人 那么 很疼啊 特别疼 而且还特别冷 因为他老发烧 盖多少被子 那被子都湿透了 人瘦得和肝似的 劈包骨头 结果这个大领导的这个 家人呢 女儿啊 大菩萨呀 真让人感动啊 修了净土法门 这个认识了净土法门 就劝这个秘书 因为是他们家的工作人员嘛 虽然爸爸已经退休了 但是秘书病了 爸爸很关心 安排在医院 全力抢救 刚开始住院的时候 疼得一夜一夜 特别疼 浑身冒汗疼的 盖上又冷又疼 盖上被子被子就湿透 后来 这是姐妹俩 双猫胎 姐姐比妹妹早出来二十分钟 这双猫胎就跟着秘书说 他说 他非常婉转 他说 意思就是说 这个病是很难再好了 已经转移了 已经扩散了 这个世界有多苦 你现在有体会了 我们说 西方有个极乐世界 那有一个阿弥陀佛 他的任务 是专门接大家走 他接的时刻 就是在你临终的时刻 他接的条件 就是你能念他 你想去 你愿意去 你并且能念 这个秘书从来没学过佛 包括我这个朋友 这一对姐妹的父母 也没学过佛 但是这对姐妹呢 真是大菩萨 那在这个社会上 那在这个社会上干的好事太多了 从来 让我特别感动 这对姐妹 特别有善心 善根深厚 这个秘书也是 虽然这个秘书我没见过 我听他们给我描述 特别本分 非常忠诚 很老实 很敬业 这么一说 这个秘书就信了 信了呢 就念 跟着念佛纪念 三个月后 念完佛之后 就再也不疼了 原来要打杜冷兵 打马飞 才能抑制住这疼 嗷嗷的叫 特别痛苦 就念完佛之后 相信了西方极乐世界 认同了阿弥陀佛 来接引这一桩事情 精进念佛 特别精进 三个月后 突然从床上坐起来 他已经弱得不能再弱了 他根本就动 连身都翻不了 就那天 走的那天 突然坐起来 冲着单间 房间单间的窗户 一座椅 来接我了 然后夫人在旁边看着 谁来接你啊 谁来接你啊 阿弥陀佛来接我了 说完孤灯躺床好了 就走了 身体特别柔软 面色红润 锐相超然 三个月诸位 从来没学过佛 或为怯弱众生 你看我身边这些人 有一些朋友 我行吗 我这没学过佛 我连一部经也没读过 这是知识分子 秘书三个月时间 是大精进 超无量节 速成正觉 还有什么说的 你修行佛法 要三大阿僧七节 我这三个月 我到了西方干嘛去 做佛去 速成正觉 迅速就成正觉了 到那不退转 阿维悦志菩萨 一生成就 快不快 绝对快 那么这位秘书 是不是 就是世大精进 超无量节 速成正觉 鼓励我们这些 在他身边的 确弱众生 后来 夫人就是因为看到 先生这么走法 信佛了 笃信佛法 精进念佛 这个按照 变成一个佛弟子 归了一 修行也非常精进 相信了 那我们看 或为 雀弱众生 故 是大精进 超无量节 速成正觉 我们说为 我们说这位秘书 是不是 我们在这里说 为了雀弱众生 的原因 是大精进 超无量节 速成正觉 没错 那么 这是为我们那些 懦弱众生 他显示出 第一个 从他音地上来讲 非常精进 第二个 他迅速就能成就 鼓励你 这么容易就成了 那我也念吧 后来这个秘书 全家人都念佛 他太太念佛 很具说服力 他这样做是为谁呢 为了众生 速成正觉 这么容易这个法门 这么方便 一个病人都能念 从来没学过佛 也能念 而且三个月就成了 而且不痛苦 最后连药也不吃了 针也不用打了 特别的安静 一点都不疼 你说说 这还有什么说的 他这么这样做 他这样一个做法 这样一种视线 鼓励了多少 在他身边的人呢 所以 我跟这二位姐妹说 我说你们一定要整理出来 把他这个往生的这个势力 并且呢 我也希望有机会 能见见他的夫人 因为他夫人一直守在身边 想把他详细的采访下来 整理成文章 一策后人 鞭策我们 那么 这些菩萨们 于一念情 便往十方一切世界 供养诸佛 请传法论 他们干这两桩事情 目的 唯一为众生而做利益 不求听受美妙因词 这是不是就是回向 就是回向 那么 唯一为众生而做利益 是不是就是回自向他 不求听受美妙因词 那么 祸为怯弱众生故 是大精进 超无量节 速成正觉 龙女 法华经上讲的龙女 念佛 这个法门 迅速的成佛了 你看 印光大师在文朝当中说 九岁 小孩 念佛成佛 你说这个法门 所以 净土法门所在之处 特别能利益那些 确弱众生 没信心 自卑 懦弱 有畏惧心 胆小 觉得自己不行 一生成就 你还不念吗 这么方便 这么简单 效果是这么殊胜 你还有不念的道理吗 你说你不念佛 你说你能叫聪明人吗 那愚痴到了什么程度呢 还有这种傻人吗 没有了 那我也跟着念吧 鼓励你 净土法门 最适合 就是这些懦弱众生 觉得自己不行 没能力 没知识 没文化 没水平 没水平 不聪明 愚蠢 愚痴 这都是懦弱的表现 都是造成懦弱的原因呢 四个字会说吧 嘴有吧 能说话吧 耳朵能听吧 心能想吧 那就齐了 你还不需要别的条件了 你说四百个字 你背不下来 四个字总行了吧 你说 你说你想这个义礼太深啊 我说不通 你能想它来接你总行了吧 这件事情简单 那行 这个不难 四个字念起来不难 想它来接我 我愿意去 这个都不难 因为你平常就愿意吗 愿意吃饭 愿意洗澡 愿意溜弯 愿意听个戏匣子 这个愿你总有啊 人不可能没愿呢 那你现在愿生西方不就完了吗 把它换成西方 所以净土法门 就是那些为了懦弱众生所设计的法门 那么大精进 精进念佛 超无量节 它的后果 它的效果 从时间上来讲 无量节一下跨过 从结果上来讲 称正觉 你说多方便 时间这么短 效果这么殊胜 前提是大精进 你努力 你不努力 这是不成的 净土法门 超无量节 速成正觉 很快就能 而且效果特别舒服 正佛果 但是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精进 那么六波罗蜜当中 他为什么只选了精进 就是老实念佛 老实念佛 精进念佛 那么精进念佛 是六波罗蜜的第四波罗蜜 这一个波罗蜜 就圆满具足了 六波罗蜜 为什么 偶艺大师说 这个四字鸿鸣 或者六字鸿鸣 念佛 就是六度 圆修 这一句佛号 就具备了六度 就具备六度 四字鸿鸣 就是薄弱 就是智慧 四字鸿鸣 就是无上 深妙禅 就是禅定 四字鸿鸣 就是不识 四字鸿鸣 就是持戒 所以 这四字鸿鸣 我们在这里边 六度当中 他选了大精进 选了大精进 因为懦弱众生 说实话 他所缺乏的 就是努力 不自信 那么 你让他不识 他说我没得不识 你让他持戒 他觉得控制自己太厉害 你让他忍辱吧 他觉得忍不住 你让他禅定吧 他没习惯 你让他不弱 他说你看我就是懦弱 我没智慧嘛 努力行吧 大精进 六度当中 最适合懦弱众生的 就是精进这一度 别懈怠 你不能不识没关系 你不能持戒没关系 你不能忍辱没关系 你不能禅定没关系 你没有智慧没关系 你努力就行 精进 所以我们说佛弃也罢 打七个佛弃也罢 都是精进的表现 那么祸位 这是离类众生 懦弱众生 还有一类众生呢 懈怠 看不起佛法 这有什么呀 这个东西 不重视 就念佛这法门啊 就这四个字就成佛了 太小儿科了 太小儿科了 看不起佛法 还有一个呢 说不着急 成佛 我心就是佛 我这临终时候 佛还能来接应我 佛还能来接应我 不着急 不努力 不用着急 到时候再说 到时候再说 懈怠 不重视 不努力 跟那边形成反差 那边是呢 想干 但是害怕 这边是说 不害怕 但是我也不干 不着急 懈怠 经于无量阿僧 为了这一类众生 他怎么做呢 经于无量阿僧 其解 那我就给你做一个试试 你看我多长时间 才能修成佛国 你觉得这桩事情 那么容易啊 你还别看不起佛国 你还别老等着 你得抓紧了 因为他时间要无量节 你还磨磨蹭蹭的 我说 从这儿到美国 是吧 得坐11个小时的飞机 3月1号就要开学了 你还磨磨蹭蹭 赶快吧 没时间了 因为 他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走到佛国 你老不动老不动 那你就越来越落后了 是吧 需要时间太长了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要早干 早做准备 所以 经于无量阿僧企业 他做一种试试 久修苦行 你无量阿僧企业 你干嘛呀 还不是吃喝玩乐 不是享乐 久修苦行 很长时间的修行苦行 特别不容易啊 历尽千难万险 就这意思 是苦行 方始成果 才能得到佛国 你能拿这桩事情 看那么容易啊 这可不像你说 我到餐馆吃顿饭 我睡一觉那么容易 是非常难成就的一桩事情 你别拿它不当回事 你还别看不起它 你还别傲慢 如是视线 无数方面 举了一个懦弱众生 他从时间上来讲 很短就成就了 对那些傲慢的众生 他说要经很长时间 他在说是做视线 修苦行 以身似虎 割肉为鹰 像这种苦行 像舍利弗 那个波罗门起眼 要你的眼睛 然后踩了 把眼睛挖出来 给你 最后还被 让人闻了闻说 有臭味 还给踩掉 其实这都是苦行 而且还不行 你看舍利弗 最后退转到五去 那个字典上说 退转到小乘 你看 修苦行还不一定成佛 得修无数量无边的苦行 才能成佛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如是视线 这样的做 视线 如是视线 无数方面 这是两个方面吧 为确弱众生 他大精进 超无量节 速成正确 为懈怠众生 看不起佛法的众生 精于无量阿僧其解 从实践上来讲 那边是超无量节 这边是精于无量阿僧其解 你看实践上差别这么大 同样都是度众生 这个是超无量节 这边是精于无量阿僧其解 那边是速成正确 这边是久修苦行方使得佛 这么大的差别 干嘛呢 都是方便 方就是方法 便就是便宜 好的方法 这都是 他这样做个视线 视线在众生的身边 他这样做 就是为 就是提供无数的方便 无数的方便 他这样做 就是非常好的视线 他用这样的方便的行持 和表演 干嘛呢 结为饶意一切众生 他都是为了饶 就是丰富的意思 丰富 大大的利益 所有的众生 众生他就举两个 一个是懦弱众生 一个是懈怠众生 他做了很多非常巧妙的安排 做了很多非常好的方法的视线 用了很多美妙的方法 做一种视线 他的表演 非常 非常的到位 他用 他 视线就是表演 用了很多好的表演 在众生身边 就是 为 结为 饶意 一切众生 他目的不是为了自己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他就说 你看他刚开始 开篇就说 唯为众生而做利益 你看他这说 结为饶意 一切众生 他举了两个例子 就是为了利益 一切众生 而时 但是他画风一转 他就 引出了一个转变 而时 而实际上来讲 你看 这边有朝无量节 就成正觉了 那边那么长时间 都成不了正觉 还要修苦行 才能成佛 这都是方便 方便的视线 为了度众生 不是真实的 而作为他自己来讲 这都是为了利他 他才这样做 但是能这样做 他不正成就发心 他做不了 他不正得真如法身 他做不了这种视线 他实现不了 这种方便的安排 他也不可能 这样的饶意 一切众生 这样的人 能做这样的事情 到一切世界 为了度众生 为懦弱众生 视大精进 朝无量节 速生正觉 这简直是太神了 那么对 另外一类众生 他就是无量节 无量阿僧 集结修行 而且修苦行 才能得佛 实现的是不容易 那边视线特容易 他这容易和不容易 这种视线 都是方便 都是方法 都是好的方法 干嘛呢 来利益一切众生 而实 他花红一转 你可千万 下面人一听说 呦 那这成佛没谱 有些佛就是 迅速就成正觉了 有些人 久修苦行 方使成佛 很长时间才成佛 那这成佛 哪有什么一定之规 他说 而实际上来 他下边就解释这件事情 而实际上来说 从菩萨的本身的 成佛的道路上来讲 菩萨 种性 而实 就实而论 实话实说 菩萨的种性 这些菩萨们 于一念请辩往 十方一切世界的 这些菩萨们 做这些如是 视线无数方便 结为饶意一切众生的 这些菩萨们 种性 种性 诸根 掩耳鼻舌神异 六根 他的种性 他的佛种 他的 他的这个 这个根性 发心 他发的是什么样的心 在哪种状态 你看我们 信成就发心 解心发心 正发心 做正 他正得的境界 皆惜同等 完全都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 任何一个菩萨 他要想成佛 他的种性 是一致的 他的诸根 是一致的 他的发心 是共同的 他的作正 也没有差别 皆惜同等 无超过法 没差别 没有谁超过谁 没有说这个菩萨 成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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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速度快 那个菩萨成佛 速度慢 也没有说 这个菩萨的种性 比那个菩萨的种性 要 种性 要 根性 要利 这个 这个菩萨的种性 这根性 要顿 也没有说 这个菩萨的 这个根 猪根 言而逼舌身意 比那个菩萨要厉害 发心是一样的 作证 他们正得的境界 没有超过法 没有差别 都得走这一条路 无超过法 决定 结经三无数节 成正觉 都一定 决定 肯定 都得经过三大阿僧七节 才能成正觉 就很不容易 这件事情 所有菩萨成正觉 别 别取巧 别走 没有 那么他们的种性 得具备同样的种性 同样的猪根 同样的发心 没有 没有窍门 没有捷径 没有偷取巧 这么这件事情 没有超过的地方 都一样 就和我们读清华大学 都得四年毕业 都得五年毕业 就和出国考托福一样 都得一百分以上 无超过法 人家的学校 就是要一百分以上的 这个前十名的学校 无超过法 没有说八十分也能上 都得一百分 这一百分不就作证吗 你不拿出这个 作证 它证则的境界都是一样的 无超过法 没有说 你快我慢 你的根性比我的根性利 你的时间短 我的时间长 没有这个说法 无超过法 决定 结经三无数界 成正觉 给你讲了时间 都得经过三大阿僧七界 成正觉 正得正觉 就正得如来 正得佛果 都得经过这条路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先讲到此地 我们下次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